财经焦点 主管机关动起来咯 这是台股振兴方案终于出炉 经管会宣布了包括现股可以先买再卖进行当冲 那么还有扩大品牌以下放空的措施 第这三大方案 那么预估成交量将增加一成 这三项措施当中呢 自营商操作松绑最快 下周一就会上路 而现股当冲因为涉及电脑系统的修改 预定明年1月6号施行 经管会主委曾明宗说 初期先开放200档的全职股 观察成效在研议是否会扩大范围 好 经管会射出台股三件 法人怎么解读呢 法人说这将有助于刺激股市成交量 但是比较偏向交易的方便性 对于行情的帮助还是有限 那么中长线的股市 还是要看基本面的好坏 以及能不能对外资采取更开放的措施 经管会3号提出提振股市三措施 市场解读主要是为刺激股市成交量 以开放现股当冲来说 原本投资人如果买进股票 是不能当天卖掉的 最快要等到隔天才能卖出 但现在开放200档股票可以当冲 依赖是让投资人可以避开报股过夜的风险 更重要的也是鼓励投资人可以多进出股市 而放宽券商可以用涨跌填板价格买卖股票 则是让券商操作更方便 市场预料券商因此可以追高杀低 对于强势与弱势股票都会形成助涨助跌的效果 至于平盘以下可以融券放空的股票 从目前的150档扩大到所有可以融资券的股票 同样也是希望鼓励投资人多进出股市 但是市场人士也担心 扩大放空范围可能会对体质不好的股票 或是正在走弱的股票造成更大的卖压 这三项提振股市措施能够发挥多少功效 很快就会得到验证 UDN TV综合报导